嗨大家好我是YG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的主題比較特別 不是寶可夢也不是魔物獵人 相信很多玩家都知道這款遊戲 巫師3 這個被認為3A大作的神作 在前段日子12月14的時候 這個巫師3迎來了4.0的大更新 又稱作是次世代更新 畢竟是7年前出手的遊戲 為了因因次世代的主機 CDP針對遊戲畫面做了符合現代的進一步提升 這讓不少玩家回歸或者是下單遊玩 那我自己是在之前巫師3很便宜的時候去買了 結果買的時候因為太忙 所以就放著沒有玩 剛好最近次世代更新 我個人又是一個追求高畫質的人類 所以就回坑來玩啦 真的不得不說 巫師3是一個製作非常完善的卡牌 我是說開放世界遊戲 之後有機會我會再做一起遊玩攻略來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主題會比較偏攻略一點 要帶大家獲得次世代更新的限定獎勵 這次更新之後我們開啟巫師3 都會藉由Red Lancer來啟動遊戲 他會叫你去辦一個GOG的帳號 辦完之後你就可以在不同的主機 透過這個GOG帳號 來達到遊戲繼承 各位也是要在辦了之後綁定巫師3 我們才能去領取這個次世代更新的遊戲獎勵喔 總之呢各位辦完這個帳號之後 在主畫面我們選擇這個我的獎勵 那這邊呢就有跟你說我們該去哪邊領取這個千花套裝 不過我當初是找了一下 所以這邊呢就把路徑分享給各位 好的那我們現在呢來到了這個巫師的世界啦 哇整體畫面跟我上次玩起來真的有不少的提升喔 首先呢我們先打開包包看一下喔 這邊可以看到有一封夜奈法寫給我們的信 親愛的砲 朋友有東西放在維基瑪皇家城堡等你 劇情初期進見完大地之後 這邊有給你提示要去城堡的哪邊領取 那這裡呢我就實際帶大家走一次吧 那首先呢我們要先來找到一個可以快速移動的路標 我們打開了這個全國地圖然後選維基瑪皇家城堡 然後再移動到這邊 OK我們來到了城堡之後根據信的指示啊 我們走到這邊有一個遮棚的小路 然後我們就走到底右轉 然後左邊的第一扇門 進來之後呢我們就會來到一個有秘儒的房間 秘儒 秘儒在哪裡勒 喔秘儒在這邊OK在我們的後面 那他說我們的獎勵會在一個窗戶底下喔 這裡我們也可以開啟我們的獸魔獵人的感官能力 來找一下這個我們的獎勵箱在哪裡 喔OK我們現在就找到了箱子呢就在這個地方 那打開之後呢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封信 還有喔除了千花套裝 還有另外一套裝備喔 OK領完之後呢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給了我們兩套全裝 一套是千花限定等級7等 另外一套呢這是西白虎限定等級則是11等 那鋼劍還有銀劍他也是給我們兩組 銀劍繁花之谷限定等級7以及銀劍九尾狐限定等級11等 鋼劍呢則是給我們了7等的千花 還有等級11的九尾狐鋼劍 這兩套我個人覺得在遊戲前期都是非常不錯的初期裝備啊 等級7的時候呢先用千花當過度 11等再換成另外一套 我自己11等那套打到16等左右都還算是蠻堪用的 只不過遊戲更後期會有劇情或是直線送的新武器啦 所以這一套大概也是撐到劇情中期左右 但對於前期來說確實都是數值不錯的裝備喔 如果是剛入坑的朋友不妨先去領取吧 好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囉 最近我還在很努力把巫師3給全破完 說真的這個畫質提升下完了就是停不下來啊 非常非常的爽 之後有機會呢會再做個遊玩心得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和分享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 謝謝你